在这个现代化快节奏的世界中 人们对原始生活充满了向往 逃离城市的喧嚣 回归大自然的怀抱 让我们体验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 在接下来的21天里 我们将跟随勇敢的太阳家们 踏上一段震撼人心的原始生活之旅 今天带来史上最刺激的生存节目 原始生活21天 第一季第25集 位于佛罗里达南部的大沼泽地 占地约5200平方公里 是美国最大的亚热带荒野 在这个迷样异世界的环境中 文明消失无踪 原始失地布满北美唯一有毒的水蛇 致命沼泽中徘徊的凶猛鳄鱼 还有身出鬼没的山狮 在追踪猎物 弱小的人类能在这里生存下去吗 让我们欢迎本期的两位勇者 安伯31岁 来自科罗拉兜州 是美国陆军教官 善于团队合作 接受生存训练时 甚至和鳄鱼交捂手 莱恩29岁 来自缅因州 野外探险者 海军陆战队员 顶尖猎人 多次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驻军 为了克服PTSD 经历过的探险更是数不胜数 认为自然才是治疗心理疾病的良药 脱掉衣服 离开越野车 两位在旅程开始前 专家团给予了原始求生平分 莱恩因陆战经验和打猎能力 得到7.9分 安伯的陆军训练 加上对大沼的地做广泛的准备 获得7.8分 仅比莱恩少了0.1分 那么现在正式开始21天的挑战 此时正值佛州巨风劲 大雨造成水位快速上升 二人求生最大的机会 是涉水横跃之闷的沼泽 找到地势最高的地方扎营 从地图上确定好目的地后 这对军人搭档直接出发 安伯观察注意到水危险的高度 以此判断营地地势需要的高度 庇护所必须腾空建造 以防备水淹没 莱恩则注意到一条路走来 有不少动物骨头 说明这附近有凶猛的猎食动物 紧跟着便有山师的吼声传出 好家伙 这地方的危险程度直接拉满 但也并不都是坏消息 比如莱恩捡到的这个玻璃瓶 可以当做盛水容器 为了找到居高临下的地势 二人一直走到下午4点才落脚 庇护所靠着一棵大树建起 时间紧 任务重 眼界就要下雨 安伯赶紧掏出大火器 趁着材料还没有被淋湿前加起火队 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无比正确 护住火队 二人冒着大雨继续搭建棚屋 现在倒是不用担心口渴的问题 用叶子加到雨水直接就能入口 晚上9点多 二人躲进庇护所内过夜 40一早 人头皮发麻的事来了 水位提升 给他们带来一位新邻居 一条2.5米长的大鳄鱼 安伯顿时来了精神 迫不及待地想要试试自己学习的技巧 把这条鳄鱼捉来当口粮 莱恩当场拒绝 好家伙 还没到玩命的地步呢 他不想玩命 但晚上的蚊子可是要了他们的命 汗水中的乳酸引来蚊群无死角攻击 身上就没有一处好地方 再加上没有食物入腹 二人的精神状态极其不佳 所以莱恩决定又出去打猎 来到危险与机遇并存的沼泽地 手持自制的长矛 找准时机 只一下便插到一条碾鱼 此刻他就是安伯的英雄 美味的烤鱼 让二人补充了超多蛋白质 鱼眼珠是自然界中午唯一的天然盐 在求生的情况下 更显得弥足珍贵 度过72个小时 刚差不多适应了新环境 安伯和莱恩又遇到了一场大风暴 只能躲进兵户所内等待其平息 一等就是五天 等大雨终于停下 莱恩赶紧出门不练 目标点一就是沼泽地 他忙着找寻食物 安伯也没闲着 为了不被该死的蚊子继续啃食 他正在编织树袭 到时盖在身上用来隔离蚊虫 莱恩这边与一条水腹蛇相遇 用棍子按住后赶紧喊安伯过来帮忙 一刀下去砍掉舌头 第二次打猎又是满崽而归 舌腹内含有五个不小的舌卵 蛋白质含量超高 用浮瘦罗的壳 当做容器煮手就能食用 味道和煮鸡蛋差不多 吃住问题都已经解决 二人现在面临最大的威胁 是繁殖季节攻击性最强的鳄鱼 会发出频繁的吼声 吸引伴侣 也是在威胁入侵者 最大的威胁围绕在庇护所附近 安伯所思又想 找出解决方案 他要吃鳄鱼肉 莱恩露出无奈的笑容 既然搭档如此坚持 他肯定不能袖手旁观 二人手持简易木毛 小心翼地走进鳄鱼领地 这东西在水中的攻击力相当恐怖 必须得等他靠近岸边才能动手 莱恩顺着水槽上的痕迹 找到了鳄鱼窝 但他并不赞同去深入探索 安伯见状也没有退缩 他对自己学到的捕猎技巧深信不疑 可惜这并没有让他有所收获 对此 安伯将过错归咎在莱恩身上 称他不是严谨 而是美种 莱恩也很费解 这姐们学习了一些 驯服人工饲养鳄鱼的技巧 就想到原始沼泽中捕猎野生鳄鱼 他不知道圈养和野生的差距吗 这也不是什么勇气 而是自不量力 好在争吵并没有持续很久 在安伯主动道歉后 二人重归于好 但这并不能解决食物问题 难不成是开始几天过得太顺利 后续几天运气运光 没东西吃了 莱恩可不信这个邪 孤身进入沼泽地 继续捕鱼 结果就是又一条鲶鱼到手 这就是自然对勇者的奖赏 但不知为何 吃完这次丰盛的晚餐后 安伯的腹部脚痛得厉害 上吐下泻一直持续到第二天 而且病情还在不断加重 即便把吃下的东西吐了个干净 肠胃依旧痛得厉害 看到这个坚强的女人 甚至已经开始落泪 莱恩意识到情况不对 赶紧找来医疗人员 经检查 安伯肠道症状非常严重 必须送往医院进行全面检查 在第16天 莱恩的好搭档遗憾退场 独自一人在这原始丛林里生活 莱恩的情绪别提多糟糕了 不过他可没有放弃的打算 濒临撤离日期 他决定干净大事 弄之鳄鱼来冲击 也算是完成安伯的愿望 利用木棍和藤曼做了个套锁工具 安伯选中目标耐心等待 等他到达合适位置 果断出手 在完成控制后 用开山刀将其了结 莱恩完成了对沼泽霸主的单杀 回到营地 用树叶和树枝做成烟熏炉 这几天的获食问题完美解决 第21天 莱恩做了个招牌挂在庇护所上 随后吃下最后的鳄鱼肉 向着几公里外的撤离点出发 在单杀鳄鱼后 莱恩的勇气空前抢胜 沼泽里的鳄鱼和毒蛇 根本吓不到他 当然 该躲还是得躲的 不能在最后关头 因沟里翻船 救援汽艇在开阔处 接到了精神饱满的莱恩 21天原始挑战完成 挨过佛州大沼泽的逼人环境 对两位专家带来了身心上的深远影响 16天中 安博瘦了6.35公斤 由于提前退出 他的PSR从7.8降到了7.4 熬过全部21天的莱恩 则瘦了12.7公斤 独自一人完成挑战 又解锁了单杀鳄鱼的成就 PSR从7.9升至8.3 再次证明 只有最优秀的求生专家 才能度过原始求生21天 接下来让我们期待 下一集又是谁来参加野外挑战吧 他们又会面临怎样的困难 是否能在野外生存21天 好了 今天解说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再见